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饮食呢 营养的比较丰富呢 长寿的人也比较多了啊 逐年有的七十多岁 那还是跳舞啊 唱歌啊 身体很棒 爬山的等等 但是我要提醒注意呢 肠胃一到了七十以后啊 咱的肠胃也就吸收韵化的能力都开始减退了 特别是再老一点的老人 比如说是九十岁的老人 吃饭越来越没有味道了啊 就不香了啊 所以说呢 我想呢 趁着稍微年轻一点 比如说六十岁进入老年老年人了 那么六十岁就应该注意保护脾胃 怎么保护脾胃呢 那么主要是说呢 咱们不要吃得过撑 如果你吃得很撑 它会伤脾胃 那么另外一个呢 吃饭要有时间 一日三餐有定时 但是对于老人来说呢 中间 两餐中间可以稍微加一点零食 给点热量 给点能量啊 所以那个老人的那个饮食结构呢 还是应该呢 呃 比较 呃 比较丰富 它不要单一 因为老人老吃面条 那是不行的啊 它比较平衡 这个胃呢 胃喜欢温 怕凉 因为老人在呃 喝水的时候还要以温热为好 比如老人爱喝茶 茶也不要太浓 哎 也淡一点啊 一切呢 都让它呢 淡下来啊 呃 呃 还有呢 呃 老人呢 也要注意呢 这个 比如夏天的空调啊 这些都要注意啊 这些都要注意 啊 这些都要注意 还有一个心情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